美国非洲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 当时西非的非洲人被卖给欧洲奴隶贩子 跨越大西洋运往13个殖民地 到达美洲后 他们被卖给欧洲定居者作为奴隶 并被迫在种植园工作 特别是在南部殖民地 少数人能够透过解放或逃亡获得自由 并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和期间建立独立社区 非裔美国人以多种方式对美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些最显著的贡献包括 1.音乐 非裔美国人对流行音乐的贡献是如此深远 以至于几乎所有美国音乐 包括爵士乐、福音音乐、蓝调、迪斯科、嘻哈、RB、灵魂说唱和摇滚 都至少部分或全部是非洲裔 它起源于美国 2.文学 非裔美国作家对美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种族主义对美国非裔美国人的生活造成了毁灭性影响 从1600年代第一批非洲奴隶到来到今天 非裔美国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包括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刑事司法 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一直遭受奴役 种族隔离和歧视 2008年 巴拉克·欧巴马当选为美国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 这是美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证明了该国对人人平等和正义理想的承诺 2008年 巴拉克·欧巴马当选为美国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 这是美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非裔美国人文化对世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视觉艺术、文学、英语、哲学、政治、美食和体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非裔美国人对流行音乐的贡献是如此深远 以至于几乎所有美国音乐 包括爵士乐、福音音乐、蓝调、迪斯科、嘻哈、耳壁、灵魂说唱和摇滚 都至少部分或全部具有非洲血统 它起源于美国